新手妈妈在大孩子时候,通常会遇到不同的状况,奶水不足就是比较棘手的一件。 其实很多时候,宝妈的奶水不足不一定就是气质的问题,有的还和宝妈的一些不良习惯有关,让宝妈和配方奶粉。 宝妈心里自然也不舍得,毕竟母乳未养对于宝宝的健康来说,是其他任何食物都无法相比的。 那么有哪些情况是可以避免的呢? 一,因为上班不能及时喂奶,大多说的现代女性都是工作家庭两手抓,生产后也会很快投入到工作中,这样对于喂养孩子势必会有一定的影响。 宝宝的位比较小,需要多餐少食,但是宝妈白天上班的时候没办法喂宝宝,可能会导致乳汁的分泌量下降。 所以上班的宝妈,或者经常不在宝宝身边的宝妈,可以提前准备好干净卫生的母乳储存袋。 上班的时候,也可以定时将乳汁挤出来,再回家放在冰箱里。 作为宝宝的存粮,而宝宝其实时间短,小宝宝每天要睡十多个小时,吃着吃着就可能睡着了,或者因为其他事情吸引了宝宝的注意力,让宝宝不再吃奶。 其实宝宝的进食量根本就不能满足宝宝的正常需求,很快就会饿了,营养不够,对于宝宝的健康成长很不利,同时也会让宝妈的奶水跟着渐渐减少。 宝妈要有足够的耐心,多次的进行未来,保证宝宝每天的进食时间充足,奶水才会持续的分泌。 三,宝妈饮食不当和精神压力,有些宝妈产后比较看重身材,基于想恢复产前的曼妙身材,会在饮食上有所控制,甚至或早的开始进行大量的运动,这些也会导致奶水分泌相对减少。 建议宝妈多吃一些含有蛋白质的食物,饮食注意营养均衡,减肥的事先放一放,另外保证好的休息,遇到心情不好的时候,和亲朋好友情愫,经过几万耗神的生产过程,产妇的身体本身就比较虚弱,需要精心修养,多加调毒。 四,过早的添加奶粉和腐蚀,宝宝一般在六个月后才会一点点的添加腐蚀,在此之前最好不要随意给宝宝添加其他的食物,宝宝快速生长发育的时候,会平凡的想要吃奶,这个时候,宝妈不要觉得突然宝宝的食量增加了,就给宝宝添加配方奶粉,因为宝宝吃奶粉或者腐蚀饱了,就会少吸奶水。 其实宝宝总是要吃奶,是在向宝妈大脑,传递增加奶水的分泌量,对于新手爸妈来说,养孩子就是一个在摸索学习的过程,在维持过程中要尽量做到细心,不要因为疏忽错误,影响了宝宝的健康成长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